美帝骑士千万件 罪的罪骑听我念 大家好 我是你们懂乐 一个听懂听不懂 都要假装懂了的正经女主播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帝骑文榜 第一条 今日份最尴尬 拜登在演讲中 搞混了奥巴马和特朗普 戏称呀 是弗洛伊德式失误 虽然拜登上台以后 关于总统的好玩新闻 是少了很多 跟特朗普实际完全没得比 但是呢 也是会时不时出来一些 共吃瓜群众开心开心 这部 据福克斯新闻网29号报道 拜登在周三的一次演讲中 把前总统奥巴马和特朗普 两个人给搞混了 他呢 还解释说 这是弗洛伊德式的口误 这一言论在社交媒体上 引发了不小的讨论 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 对现场观众这么说呀 2009年 在所谓的大衰退期间 总统让我负责管理这件事 时任总统特朗普 哦对不起 弗洛伊德式的口误 他是上一任总统 他导致了 总之 应该是奥巴马总统 就是我当副总统时的总统 福克斯新闻网指出 拜登的此番失态 立即被人在社交媒体上 给挑了出来 这其中呢 就包括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有关的一个推特账户 共和党参议员乔西获利 他的新闻秘书阿比盖尔马龙 发帖说 我觉得乔拜登可能不知道什么是 弗洛伊德式口误 另一个媒体的记者布莱恩·劳利 在推特上也发了一个帖 他说道 拜登只是搞混了特朗普和奥巴马 但他称之为弗洛伊德式的口误 这意味着他对前上级 有一些潜意识的感觉 报道称呀 拜登当天在宾夕法尼亚州 利哈伊谷的一家卡车组装厂 发表了讲话 宣布他的政府将努力鼓励 美国公民和公司购买美国产品 在演讲中 拜登宣布一个修订 1933年购买美国货法案的计划 该法案要求美国联邦机构 购买的商品中至少有55%的零部件 是由美国制造的 拜登政府的目标是到2024年 将这一门槛提高到65% 到2029年提高到75% 在这则报道的下方 有吃花群众这么评论道 我实际上经营着一个记忆保健社区 我有几个居民的认知能力比拜登更好 但是呢 他们都被确诊了 还有人写道 别担心拜登将统治这个国家到2024年 以他的情况 我们的国家可能无法生存 第二条 今日份最直接 参议员沃伦再度呼吁 推进富人税 直接喊话贝佐斯 说的就是你 马赛驻赛州 民主党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 周三的时候呢 再次呼吁 推动对最富有的美国人征收财富税 并且喊话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 应该支付鹰角的税款 沃伦在电视节目中说呀 我想看到我们对富人征税 无论你的财富形势 无论你是拥有房地产 现金 或者是亚马逊的巨额股票 都不应该有什么差别 是的 杰夫贝佐斯说的就是你 沃伦还补充说 无论你拥有任何形式的资产 钻石 游艇 绘画 我认为每年都应该对他们征税 根据福布斯的数据 贝佐斯目前是全球最有钱最有钱的人 净资产呢 达到了2077亿美元 亚马逊目前没有立即回应 关于贝佐斯的置评情求 财富税呢 是最受争议的税收提案之一 作为对抗经济不平等的一种手段 它越来越受到民粹主义者 和进步政客的欢迎 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 沃伦提议对净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人 征收2%的年度超级百万富翁税 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人 税率则为6% 根据沃顿商学院的数据 这将在10年内产生2.7万亿美元的收入 可以用于改善医疗保健 儿童保育 住房和教育计划 沃伦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多次提到贝佐斯 认为他和其他人不公平地避免 向美国税收体系缴纳税款 原因是 其账面年收入较低 且以他最有价值的资产 持有的亚马逊股票为抵押 沃伦说呀 贝佐斯没有为他拥有的财富纳税 事实上 贝佐斯多年来要么没有缴纳任何的税款 要么只缴纳了1%的税 贝佐斯在上周结束太空旅行之后呢 对亚马逊员工和客户表示了感谢 称是他们帮助他圆了太空的梦想 但是这一言论很快就招来了沃伦的尖锐批评 他将贝佐斯和亚马逊缴纳的低税 与那些维持国家运转的普通美国人 所承担的税负进行了对比 沃伦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 贝佐斯忘了感谢那些所有辛勤工作的美国人 实际上是他们在纳税来维持这个国家的运转 而他和亚马逊却分文为父 第三条 今日份最矮右 男子花了875美元自制迷你挖矿机 结果呢每个月赔6美元 随着加密货币行情上涨 不少人开始加入了挖矿大军 这也导致挖矿的设备十分的紧俏 价格呢也是水涨船高 因此有人开始自制挖矿设备 来自洛杉矶的一位名叫伊丹阿巴达的大哥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段视频 显示呀 他用一台自制的迷你挖矿机 在星巴克蹭电挖矿 据阿巴达介绍 这个迷你矿机价值875美元 有一个多端口的USB极限器 一个安装的迷你风扎 和十个U盘组成 每个U盘包含两个比特大陆制造的ASIC芯片 这也是最容易安装和运行的挖矿设备之一 由于呀 该设备是由USB供电 所以只需要一台电脑或者笔记本 就能够运行 携带起来十分的方便 不过呢 该设备跟其他更加专业的挖矿设备相比 算力太弱 但是噪音却十分的小 也没有必要像专业设备那样 使用专业的仓库 但是从收益上来讲 该设备运行起来的话 甚至是赔钱的 该站目前的算力 该设备一个月能够产生 0.0002478比特币 再减去5%的矿池费用 按照目前的价格呢 大约是9.35美元 但是洛杉矶的电费 是每千瓦时22美分 该设备一个月需要支付 15.84美元的电费 那么实际上 用它来挖矿的话 还要亏损大概5.88美元 因此这么算下来 这个设备面向的人群呢 应该是那些能够蹭到 免费电力的人 虽然呀 这个迷你矿机实际上会赔本 但是阿巴达已经卖出了 数千台 仅在今年 销售额就达到了 42万8千美元 比2020年增长了 355%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美的奇闻榜 全部内容 刀刀刀刀 刀比刀 刀完今天 刀明天 我是你们的董乐 明天的美的奇闻榜 等你来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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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